这次味道调查员和卓大哥背着铁扒去打捞的石令海鲜到底是什么呢 大哥们好 这感觉走得挺费劲啊 就靠腰力 靠腰力啊 哎哎哎哎大哥 刚刚我们在跑土 跑完土的时候往上一沿的时候 就在土地把它给漏掉 然后呢那个沙白呢 它就会在这个框里 明白啊 一二 特制的铁扒 渗入到极腰的海水当中 腰部缠绕的绳索 拖动铁扒在水底移动 铁扒的扶手随着海水的波动 有节奏的上下摇晃 这样特别的劳作 便是生活在海边的村民们 捕捞沙白的传统方式 大哥们说 金秋十月的沙白 最是饱满鲜美 啊 我什么也没有啊 你不能在这儿 你要拿这里 拉过来是要从这里拿上来 那不然就掉下去了 哦完了 这一看就没经验啊 我这可能已经被冲走了啊 完了什么都不胜了 来继续吧 但是没事我不灰心 刚才是因为我的失误啊 大哥你等会我啊 我感觉我怎么追不上你的感觉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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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哇 大哥你看到我羡慕的眼神吗 真的 我觉得这个同样干一样的活儿 为什么别人可以干得这么好 我就有点自卑了大哥 怎么办 你看这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这个啊 怎么吃都可以 真的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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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菜 煮菜也可以 煮菜也可以 哎呀太羡慕你们的生活了 平时自己弄一点这个 回去就直接煮了吃了 在大哥们的框里 我真的见证了什么叫做丰收 沙白也叫沙白贝 肉质肥美鲜甜 煎炒烹炸都是鲜味担当 卓大哥说 沙白是制作玻璃美食需要用到的其中一种食令鲜味 谢谢大家